各位老師 林老師 大家晚安 師兄 師姐 大家晚安 我是東府 我住東府 然後我姓切 切保青 而今天分享的就是說 我以前我的胸腔有一個0.3公分的抑鬱 然後經過我 三個半年我跟醫生講 我說醫生你給我自己回去自己調理 後來我第一次照的那個斷層掃描的時候 是一個黑黑的黑屋 後來經過半年再去照 我變得都比較淡 在第三個半年去照 醫生跟我講說 問我說你回去怎麼吃什麼藥 我說沒有 我說我也是跟他講說 我有去寫長生學 然後我都自己調理 然後自己都很高興 所以每次看到人家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真的很熱心 我就幫他調理他 然後說 你沒有靠到我的生理 為什麼我的生理 是他有那個能量一直在運轉這樣子 我說 我說我 就是藉著宇宙的人量 能夠用我的手去幫忙你 讓你生理獲得健康 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你真的很有智慧 你能夠去寫這個長生學 我說大家都是 是那個緣分 你到的時候 人家跟你分享 你能夠去接受他 你就能夠得到生理的健康 所以我很感謝長生學 感謝魏老師 感謝林老師 感謝大家 是孝師姐 真的 我們長生學 自己要很努力去做 然後讓別人得到健康 我們自己都能夠獲得健康 謝謝大家 請教一下 您之前調整 有調整哪些部位嗎 我跟妳講 像這個 這個 像我是調整這個 樂谷這個點 然後也是 都是多多 我都不都調整 一些穴道 比較多 就是這樣子的 對對對 啊調整 像這個就是 三個半 一連半 一連半都我調整過來了 胸腔的抑鬱 調整喔 大概 差不多 一兩個小時喔 因為我之前沒有上班 我就在家裡 就是 家裡都是 就是管家而已 沒有 所以我真的很認真的做長生學 然後自己過了健康每次 就是看他跟氣氛想的時候 人家說 保齊 為什麼你這次氣色那麼好 我說 我也不知道 我就心情放輕鬆 我說心情放輕鬆 哪裡需要我 我就去幫忙人家 所以我今天也是去幫忙 其實幫忙一個媽媽 她說膝蓋不好 我去幫她調理 她也說 母親 你很高 你都會知道 說要去哪裡幫忙 因為我就是電話去聯絡 她說 她哪裡不舒服 我說媽媽沒有關係 你在家 我有空 我就去你家跟你聊天 其實跟她聊天的時候 就是 你就靠著她的身體 你說 怎麼有這個能量 一直感受到 我說 真的很感謝長生學 我說 她說 我晚上又不能 因為她住在 產生的地方 在火紅邊 我媽媽沒關係 我有時間 我來打你 你如果 你打你好 會怕 你就自己出來 我就是這樣無心會想 感謝長生學 真的 感謝師姐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各位師姐的分享 那我們在今天